好啦 其实面对自己失去的健康 千万不要像这个女子这么傻 而是要学学彰化这名才九岁的小女童 她已经罹患了卵巢癌第三期了 小小年纪就要接受手术 割除跟化疗 但是她从来不含苦 非常坚强地来面对病魔 九岁的陈小妹妹因为接受化疗 头发掉光 但是她特别地坚强 只要病况稳定 她都正常上学 而来自于一个单亲家庭 上头有两个哥哥 爸爸打零工赚钱 还要全心照顾她 小妹妹知道自己罹患了卵巢癌 也知道父亲的辛苦 即使再怎么不喜欢上医院 但是为了她爱的家人 从来不表现出害怕 两个哥哥对妹妹也是百般的保护 全家人因为她的病凝结在一起 而因为庞大的医药费实在无力负担 现在相公所和学校都已经展开救助计划 希望能够帮助她对抗病魔 就是 就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